對於城市攻防站喔 在國共內戰的時候其實蠻多的 可是對於像這樣單一大樓的進攻喔 其實蠻少見的 像我以前在部校受訓的時候 其實部校有專門為城市站設計的這種假樓 水泥座的也不高 但是構造其實是蠻複雜的 在裡面我們就是樓梯跑來跑去這樣子 其實可以想見這個遊鎮大樓 當時是華野進攻時相當難啃的一塊骨頭 總之呢大家其實都蠻好奇的 這個戰士到底是怎麼去進行的 遊鎮大樓可以說是一部角落機 華野從21日開始先後派了三個營 都沒有辦法攻入 到了21日的晚間8點 他們部署了個型的輕重火炮 集中火力開始一起猛轟 然後突擊隊再從北西南三個方面 迅速的猛衝 首先在西南角用炸藥包炸開了牆壁 才得以進去 雙方又開始在這一棟 幾乎已經是變成空殼子的大樓內 打了快要20個小時 一直到了9月22日下午才結束了戰鬥 對於這一段要先從南面說起 因為最先炸開牆壁的是南面的突擊隊 他們是三重第八師的23團 團長是11層 他有一本回憶錄鐵衣寫 有非常詳細的敘述 三重八師的師長王吉溫震王 相信那時候身為團長的11層 一定會想辦法替師長來復仇 他到底說了些什麼 他說守軍172團的火力 使我們不好接近 一定要用重迫擊炮把它幹掉 首先要先用觸發隱性的炮 打一個旗色 消滅頂樓的守軍 使他們在上面站不住腳 接著是要用延期引信集中猛轟主樓 讓炮彈穿到樓裡面爆炸 同時機槍火力要全部的集中起來 封鎖大樓南面的所有窗口 不准有任何一顆子彈出來 11層還講這個是死命令 他連續說了三次 不准敵人打出一顆子彈出來 堅決一定要做到 11層連續說了三次的 不准敵人打出一顆子彈來 這個南面窗口的防禦 對他們來講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主要是因為他要從那邊進攻 其實還有西面還有北面 因為郵政大樓的牆壁很厚 所以他們要用炸藥包爆破 你要爆破要有人過去 所以必須要把郵政大樓的火力 給封鎖起來 或者你人就過不去了 11層的回憶錄裡面提到 他們被安排從大樓的南面進攻 準備的炸藥包一共是14包 小的是30斤大的是70斤 為了要彌補兩包炸藥包之間 大概會有10幾秒的空隙 守軍的火力可能會復活 所以他們還佈置了極具火箭筒 進行底進射擊 在爆破之前也要先打幾發的火箭彈 直接掩護爆破隊 然後送一包炸藥再打一發火箭彈 務必要做到守軍打不出子彈 在這樣子狹小的區域裡面 華野等於說是卯足的權力 用火力要把守軍給壓制住 是21日晚間8點正式的攻擊開始 開炮之後 郵政大樓的樓頂連續爆炸 炮兵總共發射了34枚重破擊炮彈 主樓頂命中了26發 幾乎是同時輕重機槍也一起的開火 確定壓制郵政大樓的火力之後 爆破員立刻衝上去 開始引爆炸藥包 11層說他的位置離爆破點很近 只有距離一個過道 大概就是隔著一條馬路 爆炸的威力非常之大 連他呆的屋子都換了兩塊 屋頂好像要坍塌 那有的人還東倒西歪 11層他後來又升到少將 他說第一包炸藥成功之後 爆破員回來 按照規定交的鐵環 第二包又送的出去 這個時候火箭彈打出去 剛想過又聽到了一聲 鎮耳欲聾的巨響 就這樣子一包炸藥 一發火箭彈炸到第四包 爆破員說已經炸開缺口了 缺口出現了 接下來看起來就是要攻進去 不過11層講 那個時候參謀長喊圖 也就是衝的 可是他說繼續的炸 用大爆的向裡面炸 11層覺得還不夠 要用到70斤 也就是現在所謂的35公斤的炸藥包 我們知道像155榴彈炮 這種40幾公斤的炮彈 裡面的炸藥也差不多就8公斤左右 大爆的炸藥包 等於4發155榴彈炮的威力 就算是當時填充的質量 並沒有那麼好 打隔折其實也有2-3發155榴彈炮 這種威力 對我相信 不過這話你不會說隔著20米 在屋內都可以把這個人震到東島西外 所以在裡面的人一定五戰六腑 幾乎要翻過來 我們看這個威力其實應該是TNT 11層講更大包的第5包炸藥響了起來 也把他震到人都跳了起來 他又繼續喊繼續的炸 從觀察孔可以看得到 大樓的西面已經有大面積的坍塌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 現場的主觀全部都喊 不戰鬥不到半個小時 艙波長跑了回來報告說 炸藥包都把敵人給炸暈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抵抗 看樣子也無法抵抗 最後押出了 他是用半死不活的600多人 廢棄下也不知道埋了多少 這種爆炸的衝擊波 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相信現在也很少會有人 可以臨近的去感受這種震撼教育 人都可以被震魂 600多人瞬間變成俘虜 其實也蠻憋屈的 但是為什麼老談說 逐城攻堅戰又進行了大概20個小時 大陸有一本濟南戰役資料選 它裡面有一篇文章正在報紙 提到21日晚間8點 11層他們那個團的許餐點 率先在西南角炸開的牆壁 從缺口攻進去 雖然說引爆了六七次 可是守軍還繼續的抵抗 仿撲了4次 這個時候另外一路的突擊隊 也把郵政大樓的西北角給炸開了 進入院子 守軍從樓上紛紛的拋著手榴彈 還有瓦斯彈 也有報導說 攻擊這棟大樓之後 整個戰鬥是立體化的 守軍從房間樓梯口底層的樓板的地洞 不同的角度這樣子去設計 為了抵抗所有的桌子 椅子 沙發 檔案文件 麵粉 都被灑在走廊上面 作為阻擋的工具 柳敏坤率領的172團 真的是豁出去了 看起來工方打的其實也蠻辛苦的 沒有像他們想像中的這種火力壓制之後 很順手就進去了 對 因為我們欠缺74軍172團 親力者的說法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要引用大陸的資料 重建一下戰鬥的產面 這個產面應該是跟我們看到的 惡物戰爭 比如說竹樓的攻防戰是差不多的 11層也提到 他們在打油增大樓西面的山東銀行 還有國民黨山東的省黨部的時候 帶頭攻擊的銀長後來回報說 叉叉叉 這些洋樓真是難打 裡面的門道非常的多 打進去煙霧瀰漫 摸不到門 也找不到人 裡面的窗戶又像我們開槍 樓梯拐彎抹角 地下室的進出口 到處都有子彈打出來 小部隊攻不動 大部隊施掌不開 裡面盡視拐拐彎彎 我們知道在那個時候 其實所謂的洋樓並不多 大樓空間對華野來說 經驗其實也不是那麼充足 加上雙方在對開開火 大樓內的家具木製品 一定也會受到波及起火 煙霧瀰漫 對工方來說其實真的是步步驚魂 對 還有一個 可能是守軍有瓦斯彈 他們也會投資 總之172團透過各種的手段 才能夠撐這麼的久 最後有一位叫做熊全花的士兵 率先衝到了頂頭 戰鬥才結束 有三位叫做熊全花的士兵 非常有力氣 除天花的士兵 也會請翻推 煙索全花的士兵 也會跟他們有良好 那麽 有雪兔 還有雪兔 那裙 還不明 老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